进入江西了 到了宁都东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呢 是比较小了 你看 离高速公路非常近 车位也少 很小的一个服务区 还下雨来了 一进入江西就开始下雨 天气就变冷了 福建那边有山嘛 把那个冷空气都隔住了 然后这边呢 阴险冷很多 进入这种 湖南啊 江西这种典型的 朝冷朝冷的这种 天气了 现在是11月份嘛 我们看一下这个服务区 它是归哪里管 这个地方呢 是宁都东 宁都是归干州管 所以说这个地方 已经进入 盖南地区了 外面下雨了 于是呢 我就躲到 服务区的里边来了 服务区呢 里边还可以 吃的喝的都有 还有的没开门 可能来的比较早 再搞装修 再搞装修 设施呢 都有 但是面积不大 大车在这停了一下就走了 看来很多车 在这儿歇歇脚 吃点早餐 我们也准备在这里 烧点水 吃吃早餐 然后就走吧 很多人都在吃早餐 早餐嘛 正好这是个服务区 确实也都开了门 好 我们 上车吃早餐了 现在大车 很多都是夫妻之间开车的 都是夫妻一起开车 刚才问了一下 那个卡车司机 这就是卡车的水箱 它那个水箱呢 也可以洗手 也可以洗脸 同时呢 还可以给这个刹车呀 来浇水 我听说 北方的那边很多地方 不让给刹车浇水 在南方呢 要强制你加水 这不知道是为什么